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儿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收市情况 美股反复向下 市场聚焦中东局势发展 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 加上油价近日急升后回落 能源股跟随下跌 爱克森美股和雪佛龙分别跌0.8%和1.3%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138点 收市部28583点 跌119点 跌幅0.4% 标普500指数收市部3237点 跌9点 跌幅0.3% 纳斯特克指数摘幅下跌0.03% 收市部9068点 跌2点 另外美股科技被证券行上调投资评级 股价逆市急升近8% 费城半导体指数升1.8% 波音股价再升1.1% 再看看港股美股如托证券的表现 ADL普遍下跌 汇控折合比本港收市跌0.46% 中移动跌0.04% 中联通跌0.27% 中人壽跌0.61% 中海游升0.06% 中石化升0.3% 中石游跌0.48% 再看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 市场仍受美伊紧张局势的忧虑困擾 西班牙将会兴建联合政府 西班牙股市亦低收0.2%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市部7573点 跌1点 法兰克福德指数收市部13226点 升99点 巴黎克指数收市部6012点 跌1点 再看看油价 油价回吐近日部份升幅下跌近百分之一 投资者评估地缘政治局势 对中东地区石油供应中断风险 纽约旗油每桶报62.7美元 跌0.57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68.27美元 跌0.64美元 另外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590万桶 跌幅预期大 汽油库存大幅增加670万桶 超越市场预期增加270万桶 看看金价 美伊紧张局势升级避险资金流入金市 现金矿大升幅 升穿1600美元关口 近7年以来第一次 纽约期间 汇安士报1574.3美元 升5.5美元 再看看美元匯价 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回信 日元兑美元由3个月高位回落 瑞士法郎兑欧元也由4个月高位下跌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月服务业指数升至55 略高于市场预期 去年11月工厂订单下跌0.7% 跌幅也较预期小 都对美元带来支持 美元指数升超过0.3% 报96.987 另外市场忧虑严重的森林大火 对澳洲经济造成影响 澳元对美元跌超过1% 最新美元匯价港元7.7741 日元107.79 欧元1.116 英镑1.3112 瑞士法郎0.9667 家元1.2994 澳元0.6857 樓元0.6626 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1.73 30年期债券报2.22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7877点 跌442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1032点 跌166点 大股成交暂时91亿 这个时间环节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